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我是秦燕盈 想要找到一个自己信赖的家庭医师其实并不容易 特别是如果你的医师转去其他的医疗网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说到医疗保险,找到一个和自己维持良好关系的家庭医生是非常难得的 可是你所信赖的医生不在自己的医疗网之内,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美国,医生加入或者离开一个医疗保险网络也算是很平常的情况 很多医生因为搬家、退休或者与保险公司合作等问题,都可能变更自己的医疗网 当你的医生从你投保的医疗网中退出,客户会被告知 不过没有硬性规定,医生或者健保业者必须实现告知病人 为了避免支付保险之外的高额费用,您还是要查明自己是否得到了保障 在加州或者麻省,当你新来的医生转到其他网络时 短暂时间之内,为了延续个别病例医疗的情况 患者是可以继续由你原来的医生诊治的 举例说明,如果你是怀孕或者其他医疗情况 直到婴儿诞生或者你的疾病治疗告一段落之后 您才需要更换医生 这种延续的看诊仍然可以依照原有的健保办理 除此之外,如果是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中期病症 可能会让医生继续提供最长达到12个月的医治 以便于之后诊疗顺利转手 如果您找不到自己新来的医生 往往需要在年底进行转换 有些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 可以在每年中期转换健保方案 但是这是含有的状况 因此医生不符合你的期望 往往要等到下一次再办理登记时才能如愿 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 例如结婚、离婚或者是找到新的工作等等 在医生转换医疗网时 您很可能遇到账单收费较高的问题 根据公平医疗消费网站资料显示 如果自己担负费用去看一名医生 45分钟就可能要花300元 这个时候患者可以与医师诊所或者是医疗网进行谈判 请他们取消部分收费 尤其是在不知道医生转换医疗网的情况下 相关业者也提醒民众 如果想要转换医疗网的话 要尽量了解新医疗网的各种条件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才是最重要的 中天频道综合报道